重點叫做這個 開始要再出現ST圖 再出現打鐵計時器 但是現在就會把加速度碰出來 以後你就會看到了 然後這邊有個簡單的課文習體 他說10秒鐘給一個表格 請問他做什麼運動 你看到他就會曉得 你看表格就知道了 1秒鐘 對不起 2秒鐘走1 再2秒鐘再走1 2-1是1 2秒鐘再走1 所以呢他會做什麼運動 做什麼運動 我們以前叫做為他搭齊有餘的橋樑 搭齊有餘的橋樑 搭齊有餘的橋樑 他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他的時間放在下面 以前通常想要讓時間放上面 位置把它倒過來 都沒差了 反正兩秒鐘走1公尺 所以我們都是兩秒鐘走1公尺 所以我做啥運動 等速度運動 朝同一個方向走 然後位移方向都一樣 所以我做等速度運動 OK 小時一樁 他就問你說 兩秒的 第二秒的速度多少 第二秒的速度是順時 是順時 現在還有一些遊戲 這樣很少玩了 比如說 第三秒內 第二秒出什麼之類的 那種文字遊戲現在很少 很少能玩了 如果以後碰到要告訴你怎麼回事 好 那這樣突然怎麼樣 第二秒的速度是順時 可是我的數學能力不會算順時 我只會算平均 不過沒關係 我是等速度運動 所以我的平均跟順時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拿平均去代就好了 你就隨便找兩個點 兩個時間 兩個位置 然後就去算 他的位移去除以時間 隨便找兩個點 愛找哪裡就找哪裡 隨便你找 就挑兩個點 然後塞進去就好 我猜的是 我猜的是 那個0秒跟2秒位1 你要猜2秒到4秒 隨便你 隨便你或者是 那個4秒到10秒都可以隨便你 你就代音就對了 你就算出來 每秒0.5公尺 所以他的平均速度是每秒0.5公尺 所以隨時隨地的順時速度也是每秒0.5公尺 他的所謂的等速度運動 就是立體06 那我現在改成立體07 你一看就知道 這個並沒有什麼等速度的樣子 這個沒有什麼等速度 你看時間 時間1秒1秒的走的都不一樣長 而不一樣長 OK 所以第一秒0到1秒位於6公尺 1到2秒位於5公尺 2到3秒位於4公尺 經過的相同的時間位移越來越少 所以第一個你知道你確定他不是等速度運動 而且你還可以知道他越來越怎樣 越來越慢 所以我們的A選項跟4選項都是錯的 我們的A選項都是錯的 好 那麼我們可以知道0到1秒的平均速度是6 因為1秒鐘會移6然後就6 然後呢1到2秒平均速度是5 因為1到2秒1秒鐘走了5 所以平均速度是5 2到3秒 OK 好了 你發現他在一樣的時間間隔 速度越來越小對不對 越來越慢 而且少的會一樣 少的一樣 從6變成5 少1 從5變成4 又少1對不對 少的會一樣 所以好像減少的程度一樣 好像就暗示我他什麼運動 等加速度運動 可以咧 這個變化是均勻的 所以我就知道他是一個等加速度運動 等加速度運動 我們答案選B 好 暫停 我們現在是用簡單的 甚至有點呼嚨的方式 跟你講他做等加速度運動 未來他就會變成這樣的表格給你 請你算出來他的加速度有多少 我們後來就要講這件事情 你要算出來他的降落 這邊已經暗示你了 這邊答案已經暗示你了 6、5、4 一直掃1 對不對 一直掃1 暗示你加速度多少 但是以後我們會正式教他怎麼做到加速度 反正 你們看這個表格 我就能夠知道誰是對的誰是錯的 不太需要經過什麼嚴格的計算就可以知道 就是我們讓各位能夠理解的事情 可以嗎 可以